在明朝有一位明人 他的名字为郑和 本来是云南人姓马 后被明成祖朱蒂 次姓郑 被称为三宝太监 他虽然是一位太监 但是他却做了一个名垂青史的大事 出海下西洋 这样的行为在今天自然不算什么 但是在当时可是轰动世界的大事 郑和的这一举动 在世界航海史上 虽然不是绝后 但绝对是空前 郑和的这次壮举 在我国历史上 甚至在世界历史上 有几个罪 我国古代航行规模最大 船只最多 海员最多 时间最久 除此之外 郑和当时乘坐的宝船 也堪称15世纪中叶最大的船只 号称母质的航母 明实稿记载 何等造大船 修44掌 广18掌 中容数百人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称号 引发了中西的争议 在西方人看来 如此巨大的宝船 与当时的科学技术 根本不可能制造出来 面对我国专家提供的史料 西方学者提出了 比较不屑的质疑 他们认为 虽然有史料记载 但没有相关的文物出土 并不足信 面对这样的质疑 我国专家已有一些语塞 毕竟单靠史料的文字记载 郑和的船到底有多大 却是无法确定下来 就在此时没有结论的时候 一个古墓出现在了 考古专家的面前 这座古墓的主人 也是一位太监 他的名字叫红宝 红宝 云南人 也是皇帝的字名 他有一个重要的身份 郑和下西洋时候的隋元 他的墓葬出现 让我国考古专家很兴奋 毕竟在这个墓葬中 或许就藏着 关于郑和与宝传的秘密 随着红宝墓的发掘 发现已经有了 严重的盗墓痕迹 专家立刻进行了 抢救性的发掘工作 虽然没有重要的文物出土 好在红宝墓中的 墓制名保存完好 其上了一行字 也让考古专家兴奋 因为其上的记载 与郑和下西洋 有着密切的关联 永乐纪元 寿内城运库副史 蒙次前名 冲副史 统领军事 城大福等号五千六巨博 这是红宝墓制名节选 从墓制名来看 我们可以得到两个信息 第一 红宝在朱涕登基的那一年 就被委认为副史 这是一个下西洋船队的副史 也就是说 在朱涕登基的第一年的时候 就已经第一次派遣船队下西洋了 既然红宝是副史 那么他的领导是谁呢 赖封天后志记载 永乐年间 拆太监正和等 往先锣国 今天的泰国 原来 在永乐年间的时候 正和就已经去过了泰国 也就是说 当时下西洋船队的副手是红宝 一把手正是正和 而我们对正和下西洋的第一次记载 是永乐三年 也就是说 红宝的墓制名 颠覆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 正和下西洋的时间比我们知道的更早 他下西洋的次数 也不是七次 而是八次以上 第二 红宝当时乘坐的船很巨大 对于船的大小 记载为五千料 五千料到底是多大呢 根据复杂的估算 古代的遗料 大概相当于0.5吨 也就是说 红宝的座船 是一艘2500吨级别的巨船 这样的吨位 打破了西方学者的质疑 他们声称 15世纪最大的船为 1416年英国制造的卡拉克船 排水量也仅仅只有 1400余吨而已 至此 红宝穆之明的出土 打破了西方学者的质疑 使他们承认了 正和宝船的巨大 直到此刻 西方学者还是惊叹 真是想不到 这是真的 不过 野哥倒是觉得 这并不值得欢喜 因为我倒是觉得 红宝身为副使 他当时乘坐的船 很有可能不是最大的宝船 毕竟一把手是正合的 他的座船 才是最巨大的宝船 很有可能远远要比 红宝的五千料级别 要大得多 在明朝的史料中 不乏有巨箭的相关记载 例如 原刃海盗万户 加造三巨箔 大者胜万石 中者八千 小者六千 从加造三巨箔中 我们就可以得出 这是一个民间私造的巨箔 大者高达惊人的万石 当时的一石与一料差不多 也就是说 在明朝 民间私造的巨箔 也要有一万料的规模 那么下西洋的正合 他的主料为一万料级别 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从朱涕浩大习工的性格来看 正合的宝船规模 恐怕只会比万料级别更大 而不会更小了 所以一个五千料级别的宝船 真的没什么可欣喜的 只不过即便如此 也足以让西方学者的质疑 成为一个短见的笑话了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湖北发现三十岁王爷牧 出土全球最大的蓝宝石 专家说揭开历史谜题 古人信奉人死之后 会在另外一个世界活着 所以都会在墓室以及棺材上 下很大的功夫 稍微有钱的人家装饰得豪华 皇室成员就更加要豪华了 像汉景帝刘起的同母弟弟刘武 贝良孝王 因为母亲的疼爱 去世之后墓室修建的那叫一个豪华 墓葬的制度都达到了皇帝的埋葬规格 不过今天要说的不是他 在湖北发现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男子的墓室 在这里出土的世界上最大的蓝宝石 也是破解的历史之笔 在解放之后 中国的考古工作也开始慢慢的恢复 五十年代之后的中国的考古队 就没有停下来过 七十年代左右更是先后发现了举世主墓的秦兵马俑 以及秦国的都城和秦国国君陵墓 中国的文化久远 像西安等地随便一挖都能挖到文物 湖北虽然没有西安那么多 但也有一些的 2001年4月开始 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 金门市跟中祥市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一起参加 对中祥市长滩镇大红村的一个古墓进行了挖掘 挖掘之后发现 这个庞大的墓室应该是一个王和王妃的合葬墓 朱关里面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 而之所以说 这个墓是王墓 因为他有独特的葬俗 里面的随葬品十分的丰厚 平常人家压根用不齐 根据发掘珠宝程度来看 估计仅次于发现的明皇灵定灵了 要知道定灵可是皇帝灵啊 哪个亲王能够有如此之多的财富呢 后来墓室里面的文献给出了答案 这是明代梁庄王跟起王妃的墓室 梁庄王名叫朱瞻岩 出自于1411年7月7日 1441年2月3日去世 刚好满三十岁 他是名人宗朱高志的第九个儿子 也是朱瞻基的异母弟弟 他的墓室比较奇怪 是因为一般来说 亲王墓会有排水系统 但是梁庄王的墓室就没有了 而且他的墓室还能够在建得到地下水的地方 根据专家推断 这应该跟当时的迷信有关 就是有不达皇权不罢休的意思 而墓室内的随葬品高达5100多件 光是精气就有十多公斤 如此雍容华贵的 并不是梁庄王的身份有多高贵 而是因为他去世的早 并没有儿子 按照规定来说 没有儿子的亲王 封号是要被国家收回的 所以财富自然就多当些随葬品了 里面出土的宝石也非常的多 其中有一个叫做明金香宝石帽顶的 更是解开了历史之谜 这个帽顶用拴丝工艺镶嵌了一颗200克拉的 橄榄型五色蓝宝石 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大的五色蓝宝石 其中的莲花底座上还有各种颜色的宝石 看起来异常的尊贵豪华 而五色蓝宝石是蓝宝石的一个品种 产地不多 主要是在缅甸 斯里兰卡 还有澳大利亚等地 一直以来 专家都在猜测郑和夏西洋 应该是带回了珠宝 但是不知去向 样子是什么样的也没有人知道 如今梁庄王墓内出土的宝石 无疑是增加了郑和夏西洋史料的证据 除了蓝宝石 梁庄王墓内还有红宝石 祖母绿 金绿宝石 蓝宝石 四大名贵宝石 都被证实出自于东南亚 查过史料跟木志明之后 专家确认 这就是郑和夏西洋带回来的宝石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